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聊聊手機錄影的畫質格式 應該要怎麼去設定 現在這個手機的錄影畫質跟功能是越來越強大 但是呢也很多人進到錄影設定 然後發現有這麼多的選項可以去設置 那我就竟要設定在哪一個選項來錄影最好呢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 那就這些錄影的選項來講 其實主要就是兩個維度的設定 一個是影片的解析度 另外一個是影片的流暢度 影片的解析度呢也就是我們說的畫質 這個解析度越高呢影片就會越清楚 細節保留的就會越多 反之解析度低影片看起來畫質就很糟糕不清楚 而下面這個流暢度呢 它指的是影片的每秒影格數 也就是我們這邊寫的FPS France Per Second 也就是一秒鐘有幾個影格 我們說的影片其實你就是可以想像成 是有很多張的照片快速播放 讓我們人眼看起來是一個動態的影片 而這每秒鐘播放的幾張照片呢就是所謂的FPS 像我們一般手機錄影通常有30FPS 60FPS這幾種選項嘛 那30FPS就代表說一秒鐘有30個畫格 那60就是有60個畫格 那FPS越高呢影片看起來就會越流差 而FPS越低呢看起來就會有點卡卡的不太順的感覺 那看到這邊可能有人就會說了 那我都把這兩個維度通通調到最高 我錄出來的影片不就是最棒的嗎? 但是實際上是不見得 而且首先你會先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麼做呢你錄出來的影片容量會非常的巨大 可能你的手機儲存空間一下子就用光光了 所以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你都應該把這兩個調到最高 而且甚至還有可能在一些情況你把它調到最高 反而錄出來的影片卻不理想 這個我們後面再跟各位談到 好那針對這兩個規格 我們現在也利用一張圖表來呈現 現在大部分手機可能有的設置選項 像左邊Y軸這邊就是屬於解析度的選項 而X軸橫軸的部分是流暢度的選項 那大家可以先看到流暢度這邊 其實對於120FPS 240FPS的這種影片呢 其實我們人眼已經幾乎分辨不出他們的差別了 那為什麼還要拍攝這種影片呢 其實這種設置呢是為了拍攝慢動作影片的 也就是如果你用120FPS拍攝1秒的影片呢 你其實可以把它放慢4倍 也就是變成4秒的30FPS影片 這樣看上去呢就還是一個30FPS的一般流暢的影片嘛 但是它的速度已經被放慢了4倍 所以你就會得到一個慢動作效果 那一般在我們手機來講呢 它會把它分開獨立成一般的錄影模式 以及這個慢動作錄影 那甚至有一些比較高階的手機 還支援什麼480FPS或960FPS 這種更高速的錄影 那麼就可以實現更慢的慢動作 一些手機就會把它稱作超慢動作錄影 不過因為這種高速錄影對於手機的處理器要求也是很高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能錄影的影片畫質呢 也會稍微比較低一點 那左邊這邊就是常見我們手機可以設定的影片畫質 這個每個手機可以支援到的畫質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也跟軟體是有關係的 像比如說現在很多手機可以錄到4K的畫質 但是更低一點的2K反而現在很多手機已經沒有這種選項了 因為這個解析度一直都很少在用 所以每一個手機的設定會不太一樣 而且這些稱呼每個手機的表現方法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利用了這張表來整理這個解析度的規格 一般我們說的4HD就是 所謂的1080P 它的解析度是1920x1080 而4K呢也就是UHD 解析度是3840x2160 或者說2160P 這是幾個常見的解析度 那它的對應大小呢就如同右邊這張圖 這個圖大家或多或少也可能看過啦 你就可以發現4K的這個解析度呢 其實就是Full HD的一個4倍的大小 但是我們實際拍攝會因為編碼跟壓縮的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拍出來的這個影片容量啊 並沒有差到4倍這麼大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入正題 到底錄影的時候要調什麼樣的格式呢 其實主要這兩個維度也就各兩個選項 畫質的部分呢有Full HD跟4K 流暢度的部分是30LPS或是60LPS 那兩個維度各兩個選項 組合起來就會有四種情況 外加一個慢動作錄影 而其餘的畫質設定呢 要嘛是太低要嘛是不常用 要嘛是還不成熟 所以我們一般人呢 其實看這四種規格就OK了 那中間這邊我也附上了這個影片的容量 也就是用這個規格拍你大概錄影 每秒鐘的檔案是多少 像比如說Full HD 30LPS 一般手機錄影大概1秒是2MB 也就是錄一分鐘大概是120MB左右 不過這個容量喔 其實它跟解析度並不是一個絕對的關係 它其實主要是看你影片本身的編碼位元速率 也就是編碼資料流量 但是這個東西有在絕大多數的手機上呢 是沒辦法讓你修改的 所以這個容量就是給大家參考 這個是平均手機會錄出來的大小 比如說像1秒2MB嘛 那它的這個資料位元速度大概就是16MB嘛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看右邊的這個 適合場景 Full HD 30LPS 它適合一般的生活紀錄 比方說你拍攝你的小孩呀 這種短片的紀錄 其實設定Full HD 30LPS就蠻夠用的 那或者說你比較沒有 定期整理手機照片的習慣 你可能就是靠Google相簿來幫你備份啊 那這樣子其實你設在這個畫質也就很夠了 第一個這樣可以避免你的手機空間太快被耗盡 然後第二個其實Google相簿也只支援Full HD畫質的影片 你就算傳更高的畫質呢 它一樣會幫你轉換成Full HD 因此設在這個級別就夠了 然後或者像社群分享 如果你今天用手機錄影片可能大部分其實就是只是丟到Line裡面分享而已 那這樣的話呢Full HD也就夠用了 因為像Line啊FB啊這種平台呢 他們對影片的壓縮還是比較大的 通常壓完的畫質其實連Full HD都不到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傳到社群去做分享的話呢 也是設在這個畫質就好 那還有像教學影片 比方說我拍這種手機的教學影片啊 因為基本上就是在那裡操作而已 而且距離也很近 那Full HD也就非常夠用了 或者什麼課堂的教學影片啊 其實這些東西 只要讓觀眾能看到你教學的內容就OK了 其實並不需要用到很高的畫質 再來第二個Full HD 60fps 我們之前說過60fps 它相對30fps可以拍出更流暢的影片 所以這種格式呢主要就是用來拍攝動態的東西 比方說你拍攝一列經過的火車啊 或是飛機啊 或者拍攝一些運動賽事 這種動態的場景呢 你就可以考慮切換到60fps這個格式 這樣呢就可以拍出比較流暢的影片 但是我這邊特別顯得日間 主要是因為有一些中階或是中階階的手機 如果在夜晚用60fps拍攝呢 可能畫質反而會更糟糕 那其實原因也很好理解 因為我們一開始說影片是有一連串的照片播放嘛 那60fps呢 也就是每秒60個影格 那相對於每一個影格的曝光時間呢 最慢也不能低於60分之一秒 那這也就造成在落光的環境下呢 可能曝光就會不足 你就會發現 用60fps拍的影片呢 怎麼感覺畫面更暗了 或是噪點更多了 就是這個原因導致的 除非說一些比較高階的手機 或是旗艦機 他們的感光元件跟軟體演算法都比較好 這樣子才可以在夜間也拍出不錯的 60fps影片 所以這是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那再往上呢 就是所謂的4K畫質 好那這大小我們剛剛也已經講過了 它其實跟你的位元素率有關係 所以解析度是4倍 但實際的影片容量呢 通常是不會到 負HD的4倍 但是你看平均每秒鐘 6M 其實也已經非常可觀了 你只要錄影3分鐘 它就會吃掉你手機1GB的容量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只是一般生活紀錄啊 雲端備份啊 社群分享 這一種的 請你用FuHDPI就好了 不然你就是在白白浪費你手機的空間 而且你做雲端做分享呢 還要耗費大量的網路傳輸 所以是沒有這個必要的 那什麼情況需要用到4K呢 就是你認為這個場景是很重要的場景 你想要用好一點的畫質把它記錄下來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考慮射到4K的畫質 或者說是一些縮仿的錄影 就是你錄影的對象呢 離你比較遠 那我們知道嘛 我們一般手機很多都沒有具備光學變焦 所以你拍遠一點的東西你就發現拍不清楚 那這時候呢你改到4K的畫質呢 可以稍微彌補一下這個清晰度的不足 那還有一種類型呢 是我們做影片的創作者 因為我們在做影片的時候呢 可能在影片中央會有一些拉近 或移動的效果 那因此如果原始影片的解析度夠高呢 就可以方便來讓我們進行這些更靈活的創作 這樣就不會說你到時候影片可能是裁切某一個區塊然後再把它放大 但是因為原始素材解析度不夠 導致放大後觀眾看起來是有一點模糊的 所以這時候呢就可以用4K的畫質來進行創作 那當然這個還是跟你拍攝的主題有關啦 像我說的我大部分是教學影片 而且是在這種室內然後靜態這樣子錄製的 像這種情況呢就沒有必要上到4K OK 那最後一個是4K 60fps 這個一樣主要是創作者來用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戶外拍Vlog 然後可能因為某些人也沒有使用相機的話 這時候用手機拍攝的話你就可以考慮選擇 這樣子4K 60fps的一個格式 就可以讓影片保有不錯的清晰度跟流暢度 那最後一個是慢動作錄影 這個我們一般平時比較少在使用 但是如果你遇到了一些特殊場景呢 其實你可以切換到慢動作的錄影模式 來進行錄製 比方說錄製一隻鳥飛起來 或者是瀑布 或是接力賽衝到終點的那一個時刻 這類場景呢 你用慢動作錄出來的效果呢 也會非常的不錯 但是慢動作錄影對手機的 性能要求就比較高了 所以一些舊手機啊 或是比較中低階的手機 可能就不會有這個模式 或者是說有這個模式 但是錄起來的畫質也可能不太理想 好那這就是我們一般手機常見的錄影格式 那除此之外呢可能還會有一些 其他的錄影選項 像說影片的比例啊 或是影片的防震功能 還有一些其他的限制 或者是編碼格式的設定 這些附加選項我們也稍微一併跟大家解說一下 首先是影片的比例 雖然說我們現在手機螢幕的比例呢 是越來越被拉長 但是在絕大多數的影片呢 其實還是所謂的16比9 標準的影片比例 因此如果你的手機是可以調整影片的比例呢 你還是設在16比9就OK了 不需要去動它 那1比1這個比例呢 是在一些特殊的場景可能會用到 比方說有些社群的平台 他的大頭貼是可以用影片這種格式的 那這時候你在拍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設1比1 這樣之後就不用再去做任何的裁切處理 或者說像Instagram啊 他也這種1比1的 影片比例 最後一個是滿版 也就是配合我們現在手機這種拉長的全螢幕 但是這個我是不對勁大家去設啦 為什麼因為雖然現在大家手機都全螢幕 但是這個比例呢 其實沒有一個統一的比例 有些手機做18比9 有些做18.5比9 有些做19比9 有些做19.5比9 有些做20比9 有些做21比9 各種比例的手機螢幕都有 因此你用這個格式錄呢 只是在你的手機看上去是滿版的 在別人的手機上看 很大的情況下還是沒有滿版 所以這個東西設了也沒什麼用啦 你還是設在標準的16比9就OK了 那第二個是影片的防震功能 一般我們這個手機對於影片呢 都會有這個電子防手震 也就是EIS 那在我們相機軟體的設定呢 可以找到這個選項 通常都是寫影片防震 但是iPhone比較特別 iPhone預設這個選項呢 都是開啟的 他並沒有讓使用者可以開或關 那開啟影片防震呢 當然他的好處就是可以降低這個手震的情況 讓影片的畫面看起來比較穩定 那你可能會說那就像iPhone一樣把它開啟就好了 幹嘛還弄一個 開關 讓我們做選擇 那當然是因為開啟之後呢 他也會有一些缺點 因為這個影片防震 他是根據手機的陀螺儀 跟軟體計算 來實現的 因此在開啟影片防震之後呢 你會發現 影片錄影的畫面視角 變得比較窄一點 這就是因為他周圍需要一個 攏餘的空間 來讓他做運算 避免說你晃動的情況 剛剛是超出這個邊界的 而且經過這樣子的計算呢 在畫面的邊緣 有時候看起來畫質也會稍微有一點降低 但是相對於手持造成的抖動呢 當然這些缺點就顯得微不足道 所以呢愛真想必是推薦大家開啟的 那至於什麼情況你可以把它關掉呢 就是你是把手機固定在腳架上拍攝的 這時候呢不會有這個手震的問題 你就可以考慮把這個影片防震給他關掉 然後你就可以獲得更大的視角 再來是一些相機功能上的限制 那當然廠商不會無緣無故說什麼畫質不讓你拍 通常會有限制一定是有原因的 多半是跟你手機的性能以及發熱這兩個因素有關 如果現在的手機性能越來越好 因此這個限制也稍微比較少了一點 然後對於比較中低階的手機呢 其實廠商也不太喜歡做這些限制 因為這對不知情的使用者其實是蠻困擾的 你今天可能拍個 4K影片結果突然拍5分鐘他就說超過時間性是不讓你拍的 那反而會被很多使用者罵 所以現在很多手機他效能不夠他就是直接不讓你錄了 比方說你就找不到4K 60fps這個選項 站在廠商的立場來講這樣子可能會比說什麼只限制5分鐘 或者說電池溫度RDP幾度才讓你錄這樣子好得多 所以會看到這些限制可能大部分是比較舊的手機 只有一點是例外的 就是這個 鏡頭限制 因為以前手機都是單鏡頭 但是現在的手機鏡頭越來越多 大部分都兩顆起跳嘛 甚至還有三顆、四顆、五顆鏡頭的 那這種手機呢你就要注意他有一些鏡頭可能就沒有辦法 支援某些的錄影格式 很可能是因為鏡頭本身規格的關係 或是一些軟體的限制考量 像比如說我的三星Galaxy S20 Ultra 他的超廣角鏡頭就不可以拍攝 60fps的影片 無論是1080p的60fps 還是4K的60fps 都不可以拍攝 然後像我之前評測的小米CC9 Pro 他有兩顆長焦鏡頭 一顆兩倍 一顆3.7倍 我本來以為3.7倍那顆可以錄影 但是後來發現 他是完全不支援錄影的 像這種情況呢 每一台手機都不太一樣 因此如果你有空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去稍微測試一下 到底你的手機是不是每一顆鏡頭都可以錄影 以及他們可以錄哪一些格式的影片 免得說到時候臨時要錄的時候呢 才在那裡慌了手腳 像我剛剛說的Ss Ultra的60fps影片 只能用主鏡頭來錄製 如果你先前不知道的話呢 就有可能錄到一半要放大 然後才發現沒有辦法切換鏡頭 那最後一個呢是編碼的格式 一般我們手機的編碼都是使用H.264這種編碼格式 不過我們也知道影片這種東西的缺點就是他的檔案真的是很大 所以也一直有很多人在研究 是否有更高效率的編碼格式 來降低我們影片的容量 那近期比較多手機提供的就是HEVC H.265這種編碼格式 在我們的手機設定上通常會以高效率這個詞 來稱呼他 如果你選用這種格式呢 錄出來的影片大小呢 最好的情況可以直接砍半 但是他有可能存在一些相容性的問題 比方說把你的影片放到你家的老舊電腦 或者是舊的手機上 最後可能會出現打不開撥不動的情況 因此目前來講我還是會比較推薦設在一般就好了 也就是傳統的H.264 那當然也是要比較新或者比較高階的手機才會有這樣子的選項 大部分的手機可能也沒得設定呢 就是還是H.264這樣子的編碼格式 好那我想我們今天也講了 非常多這個手機錄影的格式 好那最後給一個錄影設定的懶人包啦 就是如果你看我說了這麼多實在是聽不下去 或者說我懶得設定 我不想說我今天錄什麼場景 還要調什麼設定 好那沒關係 最後這個懶人包呢你只要設定這三個選項就OK了 第一個畫質部分呢 請你設1920x1080這個選項 那假如說你的手機呢 是有4K這個選項的 也就是3840x2160 然後同時你是買64GB以上空間的手機 那你可以設到4K這個等級 那第二個呢是比例的話維持16比9的比例就好 如果你的手機還有其他選項的話 不要去動它 好第三個是如果你的手機是有影片防震功能的話 請你把它打開來 而iPhone的朋友們預設已經是開啟的 這個不用去另外做設置 OK以上這三種設定提供給大家 那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我是艾珍 謝謝大家的觀看 您也要來看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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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